新生兒誕生是全家人的喜悅 但隨之而來的照顧 也許會讓新手爸媽忐忑不安 孩子的成長過程 隨時面臨需要諮詢專業意見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的育兒親職網 提供臨時差無距離的諮詢管道 協助照顧者提升育兒知能與技巧 那這一次又一個大改版 也很謝謝我們團隊 提供給我們非常優質的 這樣的一些內容 那這中間的過程 我們也放了蠻多 比較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像我們雙胞胎這一次是特別的 那還有很多的內容 我們去做了一些的更新 配合我們的環境 還有我們幼兒的一些需求 去做了一些改版 我們很謝謝黃博士他們的團隊 尤其治理大學這樣的一個協助 那其實這個育兒親職網 從101年在當時還是兒童局 內政部兒童局 那我們承接了以後 我們就來做了很多的一些有關育兒知識的一些內容的一個修正 那這一次配合尤其聲音障礙還有雙胞胎等等比較特殊的一些需求 我們也把它納進來 那原來的架構還是在的 包括了兒童的發展 生活的安全 親子的互動還有很多生活照顧方面 我想這個很多的家長都會很需要 為了更貼近家長需求 網站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優化與改版 設計兒童發展 生活安全 親子互動及生活照顧四大主題 提供各階段嬰幼兒發展概況與照顧如何上手資訊 對很多的這個新手爸媽來講 我想他們這個一定會很習慣性的上網去搜尋相關的育兒的這個知識 但是在網路上往往這個錯誤的資訊可能比正確的資訊還多 所以我們這個衛福部能夠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網站來提供我們新手爸媽最正確的一種引導 我覺得真的是很佛心 很菩薩心腸 那這個我們治理這個創新設計學院啊 這個有非常多很熱心很優秀的老師 那我們淑平主任她是很好的媽媽 她也是很好的老師 那所以我相信她在這個優化這個網站的時候 她的用心一定能夠跟我們的新手爸媽非常的貼近 非常的契合 育兒親自望有助強化家長親職能力及育兒照顧技巧 也成為支持父母育兒的最佳後盾 期盼藉此提升國家生育率 讓孩童健全發展與成長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 也非常謝謝治理科技大學承諾這次的網站改版 好 好